明洪武九年七月的一天 朱元璋皇宫的门外 有个人火急火燎的要见皇上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名剪教官 也就是锦衣卫的前身 当然了 也可以说是朱元璋手下的特务或者密探 这样的人找皇帝干嘛呢 一定是有重要的情报 这剪教官一见到皇帝就把手上的仗册给撑上了 朱元璋一打开仗册顿时就惊呆了 肚子里的火腾的就上来了 这仗册呀 就是当年官府记录来往前梁的账本 一个账本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 原来呀 这就是一个空白仗册 但是他却盖着地方各级政府的官业 这不是想填什么就填什么 想记多少就记多少吗 这还了得 朱元璋就问 这哪来的 剪教官就回答 是从地方进京河对账母的官员身上发现的 朱元璋一听火更大了 立刻发下了命令彻底追查 看看究竟是谁的胆子那么大 竟敢在空白账策上盖印 接到朱元璋的命令的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 到京城对账的地方官统统被控制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冲 专案组的负责人就把调查的结果呈给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调查结果惊呆了 当时全国13个省140多个府接近一半的官员都牵扯其中 这还了得 朱元璋下令 将这些掌管大印的一把手 二把手乃至知情不报的下属统统下了大狱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空硬案 那它到底是惩治贪官污吏的典型 还是为了维护皇帝权威而制造的原案呢 几百年来人们对空硬案的评价并不一致 这空硬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还得从明朝的税收制度说写 明朝的税收主要是粮食加货币 当时全国各地官员要往南京报送账策 主要运送的就是粮食 运输过程中难免就会有损耗 出现账策与食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当时如果有一项不符合 整个账策就会被驳回重新填报 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针 这要是离得近的地方还好 像南宁昆明这些地方一来一回半年就没了 所以啊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 都事先被有盖过硬性的空白书册 这原本就是既有的习惯性做法 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所以啊大家也就没把这当回事 但是这事被朱元璋知道 他对这种做法特别敌视 因为他认为这是在挑战黄泉 再说了空白账策盖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朱元璋非常生气 下令彻查此案并且严惩涉案人员 按说这事情既然大家都知道 那也不难解释 可是奇怪的是就是没人去说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现象 满朝文武就朱元璋不知道来龙去脉 但这也没有办法 大家都不敢呢 一旦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 这黑锅谁背得起呢 一不小心就要砍头的 就在这时一个人站了出来 他叫郑势利 啥背景也没有 就一个声援 什么是声援呢 就是连官都不是 就一普通老百姓 一个小小的声援 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 大家当时都十分佩服他的勇气 当然了 他也没有那么伟大 还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因为当时他的哥哥郑势源 也被牵扯到空命案当中 这时候 大家又在想了 郑势源是个什么样的人 郑势源这个人 着实是个清廉的好官 没官刚正不额 行事一丝不苟 在任期中 弹劾过不少的贪官污吏 其中包括皇旨朱衡的重大集体贪污事件 当时朱延章还问过他 你家境贫寒 却从来不收受贿赂 奸贼以死威胁 你却毫不畏惧 你为何能清贫不一致 威武不能屈 郑势源答 为官者 一言一行 都代表朝廷 官贪 百姓则骂国邪 官清 百姓则散国政 官不敢振邪 冥心则无国 朱元璋听了大喜啊 所以啊 郑势源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利用空印 来行贪污之事呢 郑势力更是坚定不移的 站在哥哥这边 恰巧当时发生新变 就是一种比较奇特的天象 现在常见得很 但是在当时 民间有一种迷信的说法 奇异天象的发生 往往会带来灾难 朱元璋这个人特别迷信 就下令全国能人议事都上书给他 出出主意 看看有什么能够避免灾难呢 郑势力就抓住平民上书的渠道 给朱元璋写了封长长的信 大致说了四点 首先 空白账策盖的是奇凤印 与一纸一印不同 办不成什么事 第二 钱粮这些账目 数字必须一一核对 出现差误在所难免 第三国家尊崇法治 但是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 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并不知道有罪 最后 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 这些官员并非草窃 可歌而复生 当然他也是个聪明人 在街尾也为朱元璋开脱 您其实也是为了百姓好 怕贪官污吏 趁机从中做手脚 危害百姓 这事您没错 但是大臣们也没错 当然了 小人我也没错 都是一场误会而已 郑势力还是把朱元璋 看得过于简单了 一看到这封信 朱元璋便大发雷霆 立马下令逮捕郑势力 并发配边疆 就这样 他不仅没有救出哥哥 和那些被牵连的官员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其实啊 朱元璋如此大的反应 并不是全是因为空印案 会造成贪腐现象 而是他认为这些官员 在轻视他的权力 居然敢不向他请示 就私自感应 这是藐视黄泉 是骑军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 那接下来就是处罚了 整管大印的官员 全部杀掉 副手打一百仗冲军 其中郑势员也获罪了 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 平时都争谁官打 这下倒好 副职还能去参军 正职就得掉脑袋了 真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啊 这次被处死的官员当中 很多都是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 比如千古忠臣方孝如他爹 方克勤 他是山东省济宁之府 他刚上令的时候 恰逢皇帝下诏 号召百姓开肯皇帝 而且三年不收税 当地官吏不等到期限就提前征税 百姓都抱怨说 皇帝都是骗人的 于是便弃田离去 田地又再次荒废 方克勤就与百姓约定好 交税的事一定按照期限来 还把田地分为九等 按最差的那一档收税 又设立学堂几百个 修缮孔子庙堂 兴起教学文化的风尚 在盛夏时期 守城将领让百姓维修城墙 方克勤说 这时候正是农忙 百姓怎么能承受这么重的工程 就写信去中书省为百姓请命 当时久欲干旱 而济南去五谷风登 登地百姓都歌颂他 说始军不亚于我们的父母 在古代被百姓称之为父母的官员 都说明他十分受爱戴 方克勤以德治理作为根本 不贪图功名利禄 在职三年可谓是尽职尽责 功绩显著 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戏 力为民所谋 可惜就是这样一位好官 应受空印案的牵连 又有了性命 这不仅仅是百姓的损失 更是大明王朝的损失 但是空印案 真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吗 客观地说 也不尽然 首先空印案的出现 至少表明了监督机制的失效 户部相当于中央政府的财政主管机构 也就是会计 地方政府相当于出纳 这就是收支两条线 如果空白账策盛行 就好比会计与出纳之间的监督 失去了作用 如果出纳与会计串动仪器 那么制造假账 贪污冒领 就很容易发生 其次盖章就意味着审核 如果在空白账策上盖章 那不就代表着没有经过审核就已经审核成功了 这样一来 审核制度就形同虚设 还有最后一点 也可能是朱元璋最在意的一点 那就是 这些官员对国家制度的无视 竟然明朝有相关制度 那你就应该严格遵守 而不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一旦这种风气形成 那么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就将失效 这么看来空硬案其实也不算冤 但你要是说它不冤吧 从结果来看 它又实在太冤 因为在空白账策上盖印 即使有罪 但也罪不致死 而且正视力说的也有道理 你事先也没有完善相关的制度 再说了 出了事之后只知道杀人 这种做法是典型的专制暴政 全国接近一半的官员都与空硬案有关 而且很多都是清官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你把他们都杀了 那不是朝廷的损失吗 这说明制度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你朱元璋不从制度上去下功夫 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而一味的用杀戮解决问题 这显然已经是本末倒置了 再说了 不管朱元璋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好像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空硬案处理不久 就爆出了更大更严重的贪腐案 那究竟是个什么案子呢 预知后事如何 关注我 请听下回分解